疫情趋缓 游览车搭乘人数限制松绑 让业者好高兴 他们说终于等到载客放宽的这一天 回想从三级警戒以来 将近有三到五个月几乎都没有收入 尽管现在依然禁止游客在车上饮食 不容易落实 但也会全力配合 喂 嘿 您好 电话响起 声音上门 游览车业者松一口气 尽管车厢内依旧不能饮食 但车辆不再设有承载上线 业者终于等到载客放宽这一天 开放这个不用梅花座 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好的消息 随着疫情趋缓 中央日前放宽游览车搭乘人数限制 以一辆游览车36人满座为例 之前第一波放宽是只能载20人 后来放宽到28人 现在终于能满座 或许这几个月可以生一些生意进来 不然这几个月实在大家都很辛苦 据了解游览车一趟出门 收费通常是一万两千元 过去一个月至少可接八趟 但从三级警戒以来 游览车司机将近有三到五个月 几乎没收入 只能肯老本度日 导致许多同业转航开沙石车 货运车 这个疫情突然出车率是零 而局务率也是零 其实那个电话都不曾想过 尽管防疫政策松绑 但目前暂时不会开放客人在车上欢唱 而禁止在车上饮食 虽然不容易落实 不过业者异口同声 会尽量配合中央防疫政策 政策当然是配合 然后希望旅游业可以赶快的复苏 政府怎么规定游览车业者顺时钟 毕竟等了那么久 终于陆续解封 如今势必在遵守防疫规定的前提 冲刺经济 接着谢凯 王超群 庄继维 港广报导